剛剛那個李明賢議員他有說 你們在如廁的時候 有詢問他說是不是國民黨會禮當他 是你還記得這件事情 我覺得比較完整的事情是 那一天我們錄節目 下了節目以後 然後李明賢議員就跟我講 說如果這樣下去的話 2026年 民進黨現在在想的 又是要與翁得利 然後他 他主動跟我講說 我還是要想辦法 要整合出一組來 我那時候問李明賢議員的是說 那中國國民黨會接受比民調嗎 然後他跟我說 回答是當然不會 大概對話就到這邊 那不是你說李當 沒有李當這樣 他問我 說我們一定要想辦法 整合出一組來 那我說如果要整合出一組來 中國國民黨願意 可以比民調嗎 然後李明賢議員說 不會 對話大概就到這邊 所以他有一點誤解的意思嗎 我覺得喔在 下了節目以後 上洗手間 那個比較簡短的 對談的過程當中 我不會太把它放在心上 現在比較重要的事情 還是要把現在自己的工作做好 那你說有誤解 沒誤解 我等一下接受你們完訪問 本來今天早上排定的 就是要到風燦的節目上面 接受李明賢的訪問 我們兩個見面了以後 再好好聊一聊 忠實的還原那天在洗手間 對話的內容 所以你現在第一方案還是說 希望可以比全民調 沒有啦這就不是我的決定嘛 之前好像 那一天在TVBS問的時候 主持人前置他也在追問嘛 你說要不要整合怎麼整合這件事情 我的態度只有一個態度啊 那個態度就是看 主席跟台灣民眾黨的決定 那現在有黨內人士說 就是接下來可能會要跟 副董昭拉開距離 那強化民眾黨的主體性 那目前有討論出具體的方案嗎 到目前為止 台灣民眾黨的主體性 一直都維持著啊 一點問題都沒有 我們跟中國國民黨的合作 就是法案上的合作 這個是早就之前在黨團 就做成決議了 包括了國會改革 吹哨哲保護法 財政收支劃分法 這個我相信 早期的時候大家在詢問 跟國民黨合作的法案內容 黨團的三長 跟中國國民黨的黨團三長 開完會 結論就是這個樣子 在法案上面的合作 只要是扶國立民的 台灣民眾黨的態度 向來就是維持 我們跟選民所做的承諾 因為我現在有不具名的委員 就是跟平面媒體透露說 在國會改革法案 民眾黨是吃了一些虧 那有點委屈求選的感覺 你個人會有這樣子的 我覺得這種 這種不具名的放話 在媒體上面的道聽途說 就沒有什麼回應的必要 委員會問一下 現在新北市市長有聊過這件事嗎 跟誰聊過 侯市長有沒有跟他一起過 遇到的時候有沒有 沒有啊 我如果跟侯市長有遇到的話 大概討論的都是新北市市政比較多 那你說像前天 在館長那邊碰到 討論的就只有健美跟運動 沒有其他的事情 今天剛好問林淑芬委員 他說如果新北市想要選人 那很藍白河 他覺得有點沒志自己 喔我覺得 民進黨當然有民進黨 他們自己的策略跟想法 那台灣民眾黨 有台灣民眾黨自己的路線 我相信這種事情 應該不勞林淑芬委員費心 總教授你覺得 就是2026的話 是不是藍白應該還是要整合為一組 我就跟你說 現在談這個 真的都還太早了 你們現在所發生 所有一切的問題 就是在TVBS上節目的時候 突然主持人前置 天外飛來一筆 多了這一趴 那我也知道媒體人喜歡 談政治題嘛 我的立場很清楚 2026年是不是要站 在哪邊站 完全聽台灣民眾黨跟主席 那事後 跟李明前議員彼此之間的閒聊 也是他下了節目以後 一直說 我們可能還是要想辦法 整合出一組 不要讓民進黨 餘庸得利 那我笑笑的問他說 那中國國民黨民調 你們會願意嗎 大概整個 非常簡短的過程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嘿 今天 今天 來咱們 體驗 我們 在這邊 談選 台灣